我也知道 被很多人說有哭的 Rosa 怎麼了? 哭完了沒有? 太多了? 我控制不了 我真的控制不了 Hello AM730的讀者 你們好 我是Rosa 我是羅先生 我沒有追看 看到就會看一點 還有做過一次評判 就是《造星IV》的時候 做過一次評判 當收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都很忐忑 都不知道自己能否勝任 因為對比起 隔壁三位都是專業的歌手 我就很想接受這個挑戰 亦都嘗試推出我自己的限制 不只是在我自己的舒適 zone 可能是在舞台劇或拍攝 我也有跟人聊天 他也有說你也要做好心理準備 可能會是另一件事 出到街 但是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會拿你很多時間 很累的 真的想清楚 好啊 本身我又真的是一個哭包 這個無可厚非 我動一點就對了 加上跟這班兒 真的經歷了 將近半年的時間 知道他們很多不同的故事 自自然的 當你見到他們可能 試到一些想試的東西 衝破了一些 自己想衝破的東西 走出一個舒適 zone 或者贏了輸了 作為導師 我很容易被觸動 又會替他們高興 又替他們不值得 又替他們生氣的時候 真的 水喉 這個真人秀 然後出來入屋的 那些人 誰都會看你 那天我在茶餐聽了 小妹妹六歲 你是不是在《全民造先》那個 嘩 這麼晚 為何你不睡 為何你會看 即是得到的 的確的 有些誇張的 都要一些時間 即是我也要去消化 要去接受去理解 這個遊戲是這樣 那個心態 自己還在調整 如何去承認這些 即是不要將一些東西放得太大 或者 哎呦很棒啊 很大聲 或者死了 很多人很不喜歡我 要自己懂得衡量 要自己找回平衡 如果不是很容易會跌入一個鑽牛角尖的位 然後就覺得 哎呦這麼多人這樣說 那我一定是這樣 即是要自己懂得找回 等等等等等等 他們見不到Food Picture 他們不知道 其實不斷不斷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令到自己去反思 然後甚至是reconfirm自己 我沒有錯 我這樣選擇是沒有錯的 我這樣走是對的 也有很多東西是他們提醒我 即是一些 他們可能沒有太多的技術 只是一腔熱誠的 我只想唱歌 那這個東西也是很棒 即是這種pure的東西 又是會recall自己 最當初 為何我那麼喜歡表演 為何我不選擇第一個行業 我繼續在這裏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在 所以我有很多不同的種子 我做了你們的心路歷程 我做了你們如何表達自己 你如何跟別人溝通 你如何好好用自己的長處 我先生作為一個比較有經驗的導演 他會在這方面幫到我很多手 他可以在一個宏觀點的角度 他幫我拼湊 去組織整件事 所以 我一開始每晚都是回去 給他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 我給他看一些片 拿班仔排了些什麼 其實A0 又有什麼 好怕啊 即是第一次一些團體的pieces 那時候我們就太過放鬆了 真是 那個效果出來 真是 我們做得不夠好 太過讓他們自己做了 因為我們是 我和Jay都很想 覺得 你們做吧 你們一起談 你們想做的事情 不是我們給你 因為我們給你 那件事 我怕強行給你 根本你沒有感覺 那你沒有感覺 自然不會做得好 那 誰知道出來是 哎呀 所以你說是否有了一點點feel sorry 都 是 因為這個piece未夠好 導致會輸 會輸的時候 這裡必須有一個人去走 我是 不敢看他們 即是當 決定了 之後 即是 當真的輸了 然後真的淘汰了他 真是 哎呀 唉呀 很難接受 去到月後更辛苦 因為月後 大家感情越深厚 然後 看到大家能夠做的事 更多了 看到大家的 possibility 哇 原來可以這樣 但是也越淘汰 哇 所以越後越痛了 好難過 當我開始認識他的時候 他真的跳舞 而他的跳舞是很sharp的 即是你不會看不到他 然後到他開聲唱歌 我們是 What 他還唱到歌 是很surprise的 那所以是 我們有high hopes 一路都覺得他 應該可以一路繼續繼續去 呃 其實 呃 他自己 我想他都 飽受很多pressure 即是這段時間 那 我也有跟他聊 即是我說 喂 你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真的錯 是 無論你 背後因為什麼原因都好 這樣做出一個 這樣的表現 是不對的 他是feel so sorry 我又不是想幫他 Defend他怎樣 的確是做錯的 但去到今天 已經 過了段落 當 越來越多人 Eyes on you的時候 每一次的說話 每一次的舉動 和每一次的anything 三思 三思 嘩 我先想一想 現在 很多人的樣子在我腦裡 Cho Lewis 他的角色很可愛 雖然他好像 哎 跳唱都差一點點 但是我和Jay都很喜歡他 因為他覺得他的humor很可愛 很舒服 而且他又可以說唱 而且他是做歌 做歌 所以如果你說讓我選 如果可以復活的話 Cho Lewis come back come back 其中一個 對 我覺得他很特別 我覺得 亨仔 很不有意 亨仔 為甚麼 他很特別 我覺得他很獨特 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是很… 他有溫柔 但又很有力 嗯… 再加上他在外形的外形 很有趣 有一個相反 他有點害羞 不太敢發聲 但一站上台一唱歌 他就變身 嘩 這件事是很掌握到我 我覺得他這件事是 大家很值得被人看到 對我來說 他就是… 不只是唱歌 不只是這樣 有東西的 你感覺到他在歌聲裡有東西的 他的表演 有素質的 他不只是在表演 我唱到歌 You see 不是這樣 那… 所以這件事很打動到我 你必須要有一個好好的角色 一個好好的心地 就是… 因為我們在看的 不只是你的才能 我們覺得 你有沒有觀眾緣 你有沒有感染力 除了你 你的裝飾得多漂亮 你衣服多好看 你是不是有腹肌 你是不是高大威猛 不是這件事 你有了這件事 但你裏面沒有刺 好看嗎 是不是 怎樣都是內涵 你有的東西 還要多很多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